以及8502.39.1号 轮机发电机组第二项产品为环境商品 调降关税税率为5% 第三个是有关台萨宏自由贸易协定的部分 这个我们在台萨宏三方的代表 在去年11月10号召开的第一届的一个执行委员会 签署了七项决议文 其中第六号决议文是 调增萨国每年输出我国金字堂的配额数量到1万公顿 并维持该国年输台的初堂金堂总量6万公顿 第七号决议文是调降萨宏两国输台的习数 就诺利产品关税税率为免税 为了执行上开决议的承诺 所以用配合修正税者的增注一项 八位马增定三项跟修正两项 第四个是为因应国际商品统一分裂制度 2012年版的修正 十位马货品分裂号增列其他野子 所以配合修正税则第98章增注五的规定 增列其他野子换算为代壳野子的换算比例 计算它和关税配合的数量 接着报告修正结果跟效益 本次修正增注两项 税则税率部分删除了26项 增定71项 修正122项 修法完成后 WTO扩大资讯科技产品贸易部分 预期可持续促进我国资讯科技产业的发展 开创国内资讯科技产品的商机 至APEX环境商品部分 可提升国家的绿色形象 强化国内绿色产业的能量 台撒红的这个节育的部分 有助于改善撒红两国对外贸易的环境 提升我国外交的邦誉 增列其他野子对代可野子的换算比例部分 有助有利于海关落实执行野子的关税配合政策 提供国内野农合理的产业发展环境 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支持指教 谢谢 谢谢张部长的报告 接下来请经济部卓次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今天本人非常荣幸 应邀代表经济部 次大院财政委员会 就海关进口税责部分税责修正案 提出补充报告 首先是扩大资讯科技产品 就是ITA2的这一部分 ITA扩大谈判 自从2012年5月份展开以来 经过三年半的时间 一直到2015年的12月 WTO在肯亚乃洛比的第十届部长会议里头 才终于完成 参与的成员包括我国 欧盟等24个国家 ITA扩大谈判 一共涵盖201项产品 我国对全球出口额 总计大概是900亿美金 前十大获利产品 包括了一斤装置的零件 其他机体电路 数位相机及电视摄影机 电视机上盒 偏光板固态硬碟 光学媒体 GPS导航设备 手机零件 还有记忆体等等 另外本部课证规划 在今年的5月份 会办理三场的商机说明会 来以利产业界 把握这个ITA扩大降税的契机 来强化出口脱销 现在各成员国承诺 在完成国内程序之后 依照1980年3月26号通过的 关税节纳表修改及改正程序 提交其合可的关税节纳表 来修改1994年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就是GATT 附件的关税节纳表 我国是在2002年入会的时候 已经提交GATT1994 附件的关税节纳表 所以说这一次提交 ITA扩大核可关税节纳表 修改我们在GATT1994 附件的关税节纳表 是属于一个条约修正行为 需待大宴审议通过之后 完成国内的法定程序 才可以寄以通知WTO 修改我国的关税节纳表 ITA扩大是WTO过去18年来 首度就货品关税节纳 取得重大的成果 全球贸易值每年大概是1.3兆美元 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 可以想免关税单一 有助于生化全球供应链 科技创新并且对全球经贸发展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ITA扩大谈判涵盖201项产品 各个成员承诺将至本年7月期 分3年4次完成关税的条件 另外许多成员自主加速 在7月份生效的时候 立即降为零关税 除非考量延长调试期的必要性 经成员同意才可以分7年5年来调降 在经贸利益方面 我国自动性业者自从本年7月起 出口到ITA扩大 其他23个成员国的市场 就可以开始享受ITA扩大的 降税利益 总计也有7成的产品 将在7月份立即降为零关税 例如我国的电视机上和 出口有9成到美国 从7月起就可以为厂商 节省大概5%的关税 另外如中国大陆 今年7月生效后 将立即平均下降2.1%的关税 韩国则降3.7%的关税 不仅有助于我国的出口拓销 并将提升我国自动性科技产品的 全球竞争力 另外就法治层面而言 ITA扩大成员除了需要修订 国内海关进口税则 也需要完成以国内成绩后 通知WTO提交这个关税检浪表 目前日本新加坡香港等 一共7个成果已经完成通知的手续 我们行政院已经在今年的3月14号 含请大院审议 并已完成修为的法定程序 既以通知WTO提交这个关税检浪表 已经修改的GET1994附件的关税检浪表 那么在产业影响评估方面 ITA扩大201项产品 包括了半导体制程设备 偏观板LED背光镁组 触控萤幕模组 视听设备 集体电路 家用娱乐设备 还有医疗设备等 其中有不少是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 因此ITA扩大对台湾具有相当的贸易利益 我国整体贸易利益概况无次 首先在201项产品中 我国一共有136项具有出口利益 占总项目的68% 另外201项产品中 我国对全球平均出口总额大概是900亿美金 平均的进口总额大概是627亿美金 201项产品中 我们既有出口关税利益大概是11.4亿美金 进口关税的损失大概3.2亿美金 所以说进出口关税的净利益是8.2亿美金 那么我国前10大的获利产品 就我刚刚前面所述的 一金装置等一件等一共10项 请参与 另外在税势支出评估方面 ITA扩大产品关税调降后 整体租税收入大赢租税支出 税收净收净效益是21.37亿美元 依据本部所制作的税势支出评估报告 所推估ITA扩大产品关税调降后 推估税收净效益达21.37亿美元 事故ITA扩大降税 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增加 也既有正面的效益 另外除了税收考量之外 ITA2产品降税也有其他正面的效益 例如创造知性科技产品 新的出口商机 突破区域经济整合的威胁 由于ITA是针对知性科技产品 规范零关税的贸易来议 为不明别的自由化方案之一 然而 ITA不同因仅是用因 签署该协定会员国之间的 复边协定 而是所有WTO会员国 履行其承诺的关税减浪义务 而且该顶优惠除基因 所有ITA参与国之外 对未签署ITA的其他WTO会员也同享此优惠 所以说从第一阶段ITA为我国带来的效益来看 ITA产品占整体出口比重 持续的攀升 预期这个ITA2同样 可以带动我国资性科技产品 新人的出口商机 另一方面 我国FTA涵盖率比较低 大概只有9.68%左右 也低于我们的竞争对手国韩国 在我国参与区域经济整合进展 不如一级的情况之下 ITA2产品可以突破这样的威胁 有利于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 在产业沟通方面 首先是资讯科技业者 我们的面板业者也理解 中国大陆将面板列为 国家重点扶植产业 因此不论是韩国或是我国 为保护其产业 今不愿意轻易降低关税 面板业已经充分了解 对这一次2011项中 没有拉入面板项目 表示新面对现实 另外半导体业者 对ITA扩大 拉入多元件机体电路 表示满意 产业代表也表示 应尽数参加ITA扩大 在公计计业者这一部分 公计计业者对于 有两项公计计产品 纳入ITA侵乱中 表示肯定 业者表示 我国关税 经较全球平均关税为低 ITA扩大 促使其他国家 降低关税 有助我业者出口 第二是 APEC的环境商品 降税 刚刚财政部长部长也说明 背景部分我就不再贵述 另外 目前已经有澳洲 文莱 加拿大 中国大陆等 14个APEC会员体完成 降税 其余会员体积极的努力 尽速完成降税 由于我国缺乏天然之眼 发展立社科技 是我们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 APEC会员体调降关税 将可带动 我国相关立社产业的发展 此外 我国降税的商品 借由进口成本下降 也可刺激国内的需求量 有助于我国达成 节日减碳的目标 在产业影响评估方面 因为我国产业制造量少 对出口几乎影响 依据APEC协议将最后 渴望降低进口成本 利益我国厂商 进口零件组装后 再出口 有助产业的发展 在税势支出方面 本部就人机发电机 等两项商品 调降进口关税案 我们推估APEC 人机发电的商品关税调降 以税势支出评估 基本规范程序评估之后 调降关税后 整体租税收入将大营租税支出 税收净益约达30万美元 在产业沟通方面 产业工会代表 就人机发电机等 两项产品降税部分 国内目前 人机发电机的制造者不多 主要是以进口为主 那么制造房子主要为 自日本及德国 进口发电机及涡轮机 并加工组装 所以说对于产业影响 暂无意见 第三 这是我国参与台萨宏的FTA 那么这个台萨宏自由贸易决定 是在2007年5月7号签署 迄今生效已经8年 为了落实台萨宏FTA的相关规范 在去年的11月10号 在沙瓦多首府沙瓦多市 召开了第一届台萨宏FTA执行委员会 会中台萨宏三方代表 共同签署的七项结议文 其中第六号结议文 为调整萨国每年输出到我国的金塘输尔 由原本的5000公顿增加到1万公顿 但是还是维持该国年输台的 初塘跟金塘的总量6万公顿 至于第七号结议文是调降 萨宏两国输台的习数 就是落力产品关税税率为免税 为了要执行上开结议承诺 言请财政部配合修正税则相关规定 在我国以其他论益方通知 完成必要的内部法律程序之后 30天生效 那么关于产业影响评估方面 2012年到2014年 我国进口诺利产品金额 大概是4亿1400万美金 但是主要是来自美国还有日本等国 考量诺利产品输台数量不多 我国内生产数量也不多 经评估应对我国市场影响不大 言本部同意农委会的提议 即提前立即调降 萨宏诺利产品输台的关税 至于这堂配额 目前我们国内仅存少数的链糖厂 我国自包括萨国战略的各中美洲友邦 进口配额将出金糖分别计算 目的是在防止过多的金糖 进入我国的国内市场 影响本国的砂糖产业的生存 萨国砂糖年产量及出口量 也低于瓜地马拉 瓜国2015年配额量为77,761公顿 萨国是6万公顿 萨国引线向我方提案要求 希望我方将这堂配额 由现行的每年6万公顿 调增到8万公顿 同时不分出金糖 萨国提案经本部速度要求相关单位 包括本部的国营会与台糖公司研议之后 认为如果这堂配额大幅调增 将会威胁我国现存两家金糖厂的生存 故应适度的限制进口激增 因此考量避免对我国内这堂产业的产生冲击 以及维持市场稳定公益 并且兼顾协助友邦 我方同意 萨国则已将金糖5000吨配额调高到1万吨 但总配额6万吨能维持不变 以上报告进行指教 谢谢 谢谢卓次长非常详尽的报告 谢谢 现在做卢下的宣告 第一 每位委员直询8分钟 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 第二 我们上午10点钟截止登记 第三 因为张部长跟卓次长 今天可能是主要背询的对象 所以两位首长上台背询的时候 不需要向本席行礼 直接上下台就可以了 接下来请首先 第一位登记的曾明宗委员直询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 麻烦财政部张部长 郑委员早 部长早 今天有关修正海关进口税则 主要是履行对外的承诺 这部分本席没有意见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部长 部长 国安基金什么时候退长 4月12号会举行委员会议 那个委员会议就会有所决定 是 今天的报纸都登说 部长议告12号会退长 部长昨天是不是真的有议告 没有议告 我是说有那天委员决定 但是我认为我个人的看法 这一任的委员都要卸任了 这些委员没有为下一任委员决定授权的权利 是 我觉得可能今天部长要利用这个场合澄清 因为国安基金要不要退长 其实是一个高度机密 其实 而且不是我个人决定的 没有错 我有这样 所以昨天中央社的记者写的就有 里面就有写说是由委员们决定 是 今天几乎各大报纸都说部长昨天意告 国安基金要在12号退长 其实 谢谢部长说明 要详细对外说明 我相信部长昨天是没有对外引告 是 谢谢委员给我这个机会 是 接着请教部长 到底现在我们政府到底有多少负债 中央加地方大概6兆 是 潜债负债呢 潜藏负债大概17.9 18兆 是 请教部长 部长在财经上非常的专业 债务的增加 债务的增加 对经济的成长是正面的 负面的 或者不确定 看 举债的用途 如果举债用在公共投资 当然 这个负债是正面的 但是 其实所有的举债的用途 都是正面的 但是 债务的累积 慢慢的会挤压 crowding out 这个税出 当然就会影响到公共建设 其实 国外的学术上的深度 严肃的研究 债务到底对经济成长的是正面的 负面的 或者不确定的 其实有三种讲法 第一个 它是对经济的成长 是有正面的影响 第二个是对债务的增加 对经济的成长是有负面的影响 第三种的讲法是 当债务还在相对低档的时候 对整个总体经济是有正面的影响 但是 它高达一个转折点之后 对经济成长是有负面的影响 部长 您 before 您认为哪一个学说是正确的 其实 完全看经济的处在哪个阶段 就是经济循环的阶段 当经济循环在谷底的时候 用负债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 我想这个是有正面的 但是如果当经济已经到高峰的时候 再举债来 那个就会过热了 您讲的是短期 那我的讲法是 我非常赞成 当债务还在低档的时候 你增加债务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到了通过 到那个turn point 之后 再往上增加债务 对经济的中长期来讲 是有负面的影响 没关系 好 看下一页 依照公共债务法的规定 中央及直辖市 必须以当年度的课税收入 百分之五 编列环本 县市跟乡镇 债务以合要编列百分之一的环本 财政部有没有督导所有的县市跟县市乡镇 依照公共债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落实执行 有 县市债务管理 我们管理的非常严格 而且分级 这些都有 中央的是没问题 我们每年都编大概六百六十亿到七百亿之间 所以 都有落实 都有落实 好 谢谢 看下一页 另外 刚刚讲的部长说 现在的负债 是六兆 跟中央加起来 我的数字是六兆三 依照财政部的对外网站的公告是六兆三 那是我们的定义 那请教部长 假设依照国际定义的负债 台湾到底有多少 这样啦 我们用IMF的负债定义 我们的负债跟这个是差不多 因为范围的大小 就是说有没有包括公营事业 有没有包括基金 所以第一个是主体的范围有没有一样 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包括客体 客体里面一般潜藏负债都没有在里面 所以我们目前公债的定义 跟IMF的相差不会太远 所以我们目前的负债根据公公债务法的定义 五兆五到六兆 全国是六兆 大概是差不多 就是这个 但是其实IMF有两个版本 你到用2012的版本 其实它的负债 它的定义也高于我们现在的六兆三左右 其实那个比例会更高 假设依照IMF2012的版本 我们的负债 金额其实也很高于六兆三 部长预估依照IMF的版本 我们的负债到底要多少 大概就是相差个2%左右了 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用当年度 前三年度 我们用前三年度的GDP比例来讲 我们目前是43.94% 如果根据国际的定义 大概46.21% 相差差不多3%左右 其实我这个定义 我觉得可能财务法正进一步厘清 早在两三年前已经占GDP了 假如占GDP的话 已经超过50% 另外跟部长报告说明 我们到底台湾现在债务水准 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到底部长认为是相对的好还是不好 请教部长 现在美国跟日本 它的公共债务占GDP的余额是多少 日本大概220% 美国大概100多 希腊177 那我国大概40% 比我们好的大概就是韩国 30% 所以我们在国际上相对的是好的 但是我要跟部长说明 我们那个定义 定义我们比较过了 国库署有研究 没有差太多 其实你把署长那边有 那个定义或许你可以练出来 其实它的范围远大于我们 你看我们现在一年底下的 一年底下也没有包挂 一年以下也没有包挂 那国外根本没有分有产无产 那个都包挂了 甚至 你看看2012年的版本 连中央银行的存款负债都包括里面 那金口就更大了 好像国际上没有人负债是把货 有人的时候连发行货币都是国家的负债 没有错 你应该看2012年的版本就包括在里面 对啦 但是国际上的负债是没有把发行货币放在里面 像欧盟OECD他认为负债不要超过60% 也没有发行的货币 是 所以其实我的想法就是 我希望财政部能够到时候能够依照国际 好你就用IMA版本 到底IMA版本我们算出来大利约多少 根据国际的版本就刚刚讲的 大概占前三年GDP的46.21% 根据我们公债法算的是43.94% 就是相差2%3%左右 我认为这一个问题 我希望 不关系我们请国库署同仁 把算的那个戏目 我希望财政部正式答悟我好了 因为我在财政部当时算过 早就超过50% 你没有 你看 国外没有把分有偿无偿 也没有把一年一年以上以下现在有多少 什么东西 一年以下的债务 一年以下多少 现在大概是大概两千多亿了 中央的话两千多亿了 连地方 地方的话大概大概 这样的话就是大概 你看把三块放进去 台湾那有偿的有多少 你看台湾有偿无偿 一年以下 那还有其他的基金 基金的部分 国外也没有这个基金的部分 你真的把它加起来 早做 我在财政部算的 早做超过50% 可以自偿性的应该是不叫负债了 国际上 因为它是基金可以自己还本 这个是我们自己解释 国外也没有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 让部长能够正式答复我 到底 好我们正式答复 依照IMF的定义 好 依照IMF的定义 台湾现在债务是多少 为什么要弄清楚 因为弄清楚之后 你才有办法跟其他国家比较 你说美国是220% 日本220% 美国超过100 但是我们是看起来是340 但是我们的定义跟人家不一样 比较基础是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财政部能够正式 答复我 真实答复我 完全依照IMF的定义 好 谢谢 請吴秉锐委员直询 主席麻烦请财政部长部长 吴远好 部长好 昨天 有个机会 看到一篇论文 那我就想说 延续昨天跟你讨论了 今天再继续跟你讨论下去 你知道从 这个公司 赢索税的 折抵减半之后 那 现在如果公司赚钱 然后 最后盈利是 发给个人股东 那股东 在科索得税 你知道现在税率 如果是赚很多钱的时候 税率多少吗 就是国内的是吧 国内 本国人自然人 盈利事业课 17% 然后呢 接着如果他不分配 不分配的盈利 再加上10% 所以看分配的比例有多少 当然如果你要再继续下去 分配的又克个人 个人如果消费 再克营业税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算所得税 我不要再 你 你还讲到将来 还赠予税 或是还 还遗产税 对 我是讲所得税 所得税 因为所得税一年一起 委员 我说给你听你看看这样 对不对 17%折抵减半 所以基本上 只能折抵8.5%嘛 然后83%的所得分 剩下83%分给个人所得之后 个人所得最高是45%嘛 所以剩下83再乘以 这个0.45 然后再加上原来的8.5 我算起来是49点多了 那如果你在加记2%的补充保费 事实上个人的所得税 从公司赚钱 客银所税 折抵减半之后 再到个人的这个 中和所得税 45% 然后再到2%的 补充保费的话 事实上我们台湾的税率 是51点多 将近52 跟委员报告 这个部分 有牵涉到两个学说 法人是实在说 还是法人泥制说 有人认为法人是泥制的 当然就是委员您的说法 就是说这个税负是 全部是个人负担 如果是法人实在说 他是两个不同的纳税人 对啦 我记得 曾经跟你讨教过 你也曾经这样回答 说当初 赢索税 要全部折抵 就是所谓的这个营业税的 跟个人中和所得的两个税合一 是你在负署署 副署长的任内 当时的颜庆章 当时不是要当次长 还是当部长 颜庆章是次长 次长 他那时候去定的 所以他有一个他的背景 当初你制定的时候 你有你的依据 你也是支持的 但是时到今日 你改变了 改变的原因 我认为了 我是猜测 就是因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 你想多收一些税 这是原因之一 国际的趋势也够改变了 国际趋势也大概朝向部分扣底 好那我今天的重点不在这边 是 这是先跟你讲前面的背景 是 你有没有算过 外国人在台湾他盈利 就同样的公司 这个缴营业税之后 然后分给外国法 外国人 个人 这个外国人他总共要在台湾缴多少税 委员应该说 如果这样比 当然他是轻很多 事实上他分配到 他该国 他的那个外国 也要克当地的所得税 所以你如果把我们所得税比在一起 他分配回去 所得税也要加在一起 要看说两边的租税负担 他不是说 鼓励分配给国外 他就不缴税 那问题是我刚去昨天讲的那个 明明是台湾中华民国的人 他在海外转一圈变成 只上公司 变成外国的人 他在避税天堂的 他的税率剩多少 我现在算给你听 一样啦 所得税 引所税17% 他不能折抵 因为他外国反而没有折抵的问题 对不对 委员这个 他那个最低税负 20% 所以87的20% 他就83 83的20% 他又是缴16.6 然后在原来的这个17% 所以他只有33%多 产生内外国之间的缴税的差距 光在所得税上面差了16点多 趴的这个所得税的差距 所以你这个两税合一 本来的两税合一到后来的折抵减半 使得内外国之间的负税 税负比啊 那个差距拉大了 本来没有这么大 现在拉大了 包委员 您讲的当然是国际避税的问题 欧巴马总统也刚刚讲 避税是国际的问题 所以美国是没有两税合一抗底的 美国是独立磕税 所以比我们还重 连美国对你刚刚讲的问题也一样 面临同样的问题 所以国际之间的避税 要世界各国合作 而不是说哪一个国家 部长 你拿美国来跟我讲 我也接受了 因为美国是世界强权 他跟台湾的银行要资料 台湾银行不敢不给 问题是我们台湾有这个本事去跟人家要吗 对啊 我说他也是独立磕税制 他没有两税合一 我们还给他抵一半喔 他连抵都没抵 那制度的探讨 该抵一半还是全部折抵 还是不应该抵 我没有意见 因为制度探讨现在 裁委会也已经同意你的 这个折抵减半了嘛 所以我们是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跟你讨论 因为这样的制度使得内外国人 他的所得税的那个差距啊 16点多 我要是跟你解 回答为什么那么多台湾的企业 要到避税天堂去设立子善公司 然后再从外国转一圈 把钱拿回来 变成假外资的原因 因为就我刚刚讲的 如果是台湾的个人股东 昨天我是跟你 为什么股市要弃权啊 就是因为那个付税比是51点多嘛 所以过高嘛 所以有的人是弃权 他手法他弃权 那我就不要出权 出权之前我卖掉 这是股票市场的事实状况 我是分析给你听 但是有的人他很有钱啊 他股市他的公司很大啊 他很可能是上市公司 很可能是家族的这个财团啊 他怎么办呢 就绕到外国去 避税天堂成立子善公司 钱转一圈回来 假装是外资嘛 我们常常在批评说股市充斥的假外资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的时候 他的税负比 只有我刚刚讲的33点多啦 了解 所以如果要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以前说违政喔 要注意 因为你的政策决定了之后 就会有一些人 立志所趋 他会选择对他有利的方式嘛 那这个 对自己有利是人的本性 我们也不是说 这个 我们要想办法在制度上克服啊 而不是说 你可以省 你不要省 你还是要诚实的这样 那 现在是替小市民 也不要说小市民 因为真的真的小市民 也不太买得起股票啦 对那些所谓的中小的这些客户 他的不平是 我也在买股票 这些财团也在买股票 结果我总共缴的税是51点多% 这到外国去绕一圈之后 回来之后是缴33% 33%多 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嘛 所以我们在政策上探讨 要来探讨说 如何去设立一套制度 让出去跑一圈 然后再回来的钱喔 不会比 留在国内的更优惠多少 因为那个出去跑一圈也是要成本 也是要有一些 有一些技术嘛 就像我们以前为什么要探讨说 现在的一阵税 降到10大家觉得太低 那大家谈到说 15到20合理 什么原因 因为大家知道把国内的资产 弄到国外去 基本上他的成本 去估算大概是将近15% 所以 如果你台湾的一阵税 是15%的话 我把台湾的钱弄到外国去 为了要避税 这样就毫无利益啊 那20%因为我能获利的也有限 所以就不会 但是如果台湾的一阵税是40% 或是过去的50% 这很多人就会把钱 有钱人就会把钱 你开始往外国挪啊 会把资产往外去 去藏啊 举同样的例子 应该也要另外一个思考 怎么样子 能够用制度来引导 使得这种假外资充斥 的这种状况 能够降低嘛 这个我想 我今天跟你咨询的方向是这个样子 完全了解 我觉得委员 这个指教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决 第一个 看看能不能 拉近 外资内资的税负 要一致是不可能啦 各个都不一致 拉近 第二个 加强 反避税的一个条款 好 大概就两点 最后还有个小问题 因为剩下40几秒 我要跟你报告 去 民国104年的IPO 就是上跪上市的公司 公司的加注 只剩下58家 你知道吗 曾主委在这个地方啊 他上任的第一年 那时候是140几家 结果 直线下降 三年而已 从140几家掉到58家 那个衰退的比例是六成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想想看 如何健全台湾的 这个资本市场 让台湾的资本市场 公司在台湾上市 让台湾的人 尽量有机会 可以掌握到 变成股东 否则企业的引语 都跑到别的地方去 那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引导的也是 其实税负费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个底下一次再继续请教 谢谢 谢谢 请黄国昌委员咨询 请黄国昌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麻烦有请张部长 黄国昌委员好 部长你好 我想大概要延续 昨天讨论的几个主题 那进一步请教部长 第一个是有关于税务人员奖励金的部分 昨天我们时间结束以前到这个地方了 那我昨天有请教您 就是说 从你自己专业上面 在部长任内的判断 这个奖金到底是不是有必要 因为其实一直困扰我的事情啊 是说 当立法院做了决议 那要求 财政部未来不可以再编这样子的预算 但是你们还是编了 那编了以后 上一次的决议只有冻结了十分之一嘛 昨天听到部长说 你觉得现实上面也有这个需要 所以其实昨天在最后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并没有发言 意义 把这个通过啊 给挡下来 谢谢委员 但是 我还是要从根本 去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一个国家的制度 绝对不能这个样子 就是该发的 该给的 国家该给的就要给 建立好的制度化 那一个没有法源基础啊 的奖金 如果每年在省预算的时候 都在这种事情上面挣扎 我会觉得对制度长久的运作啊 不是非常的好 第一个我想要请教部长的是啊 你们财政部和发税务人员奖励 奖金实施要点 有公布吗 跟委员报告 那是报行政院的 是 那个 我跟这个历史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没有关系 那个历史 因为我今天时间有限啊 我第一个 我要跟部长报告的事情是啊 我过去几天啊 很努力的 想要找到这个奖金实行要点 我大概骗查所有我 我可以找到的资料库 我找不到这个要点 所以是不是可以麻烦 那个部长啊 把合发税务奖励 奖金实施要点 提供一份完整的给我 没问题 我们报刑 报行政院合定的 那第二个部分啊 就是说你们在书面报告当中 只有讲检任的 受奖的比例 叫以前为少 我们就把上层的拉低啦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把过去几年喔 你们赴税署 还有五区国税局 各个职等人员所获得的奖励金比例 跟实际奖金获得的数目 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份资料给我 可以 因为我觉得我们接下来 要很严肃的面对这个问题 看你们实务上面运作的状况啊 我们来讨论说 接下来 要怎么样处理 我拜托委员支持啦 因为这个对税务委员很重要 79年到现在都待遇 在九十二三年 朱鑫瑜先生把这个法源拿掉以后 当时财政部长是林权 所以他为了弥补这个他抱怨的 没有关系啦 我们制度面上面再一起来探讨 然后今天那个国有财产署的署长 不曉得是不是有列席 是有 是不是可以麻烦你一起上来 我也好 署长你好 我看了你们啊 有关于那个远雄 那个医院案子的报告 我看了一方面是非常的震惊啊 那另外一方面是非常的困惑啊 我想要把几个事实上面的真点搞清楚 这样子有利于我们接下来责任的追究 当初在2009年的时候 你们同意出租了20.6公顷的国有地 给那个基金会对吧 是 那你们那个时候 同意乘租给他的基础资料是 只有一张卫福部来的公文吗 是因为他是主管机关 那主管机关基于这个推动业务的需要 认为这个国有土地有必要提供给远雄基金会所使用 所以我们就用出租的方式提供 你的意思是说 20.6公顷这件事情 是卫福部给你们的公文 就说那两笔土地他都有需要 那现实上面他有没有需要 他的计划你们在决定要不要出租的審查过程当中有看过吗 这个计划基本上是由卫福部来做生活 没有你只要简单的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有看过吗 有没有看过我必须调券 但事实上我们是根据 请你回去调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喔 一个这么大笔的国有土地 透过这么草率的程序 就出租出去了 接下来的责任 一定要彻底的追查 我现在还不太确定 到底是国有财产署也要付部分的责任 还是全部的责任都应该由卫福部 把他给扛起来 你们到现在出事了 有委员咨询了 你们才说你们澄清 在2015年12月11号 以及12月21号 就去年年底的时候 才赶快要喊请卫福部 澄清说他到底那个医院 使用的实际面积是多少 那我看到这个文字我非常的惊讶是说 当初你们决定要出租以前 其实是搞不清楚他实际需要的面积是多少 报告委员不是这样子 是因为卫福部在去年的时候 他的说辞呈了一个反复 也就是说他一下子说是原来的范围 所以你说现在出问题的人是卫福部嘛 因为他的说法有一些不一致 所以我们再去做 他们的说法有反复是吗 是的 从你手上的公文可以判断这件事吗 那请你把所有你跟卫福部之间往来的公文 针对这个案子的 特别是说法反复的部分 送一份资料给我好吗 可以 因为这个责任一定要彻底的追究 全民的财产不可以这样乱搞 官商勾结 开什么玩笑 那个署长好了 谢谢 部长第三个问题喔 我要延续着昨天 反海外避税条款的事情 你们大概在几年前 送到这个委员会审查条文 我看过了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 你现在针对目前 你们送到行政院院会当中 要审查的 还 反海外避税条款 是只有针对盈利事业的部分 还是个人的部分也有纳入 只有针对盈利事业 个人的部分为什么不纳入 因为我们讲到 CFC就是控股公司 我知道 所以个人没有控股公司的问题 也没有实际管理出手的问题 如果我是一个个人 是 我在国外 一个赴税天堂 设了一个纸上公司 然后在那个纸上公司当中 去获取收益 但是我都不分配 也就是那个权益啊 现实上面还没有实现 请问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太阳 在你们目前推到行政院的 反避税条款当中是不是没有 呃 我们可以用最低税负 就是说他海外所得 我知道啊 但是你现在的 所得税最低税负的制度 是以实现的为准吗 是 你还是采取用 现金基础吗 是 你不是采取用全责基础吗 没有错 那你现在公司的CFC 都已经改成全责基础了 为什么个人的不这样做 呃 个人大概都是 各国都是用实现基础 我知道啊 我们整个的所得税法 本来就是以实现基础 当做基础嘛 是 就是要处理海外避税的问题 才会改成 在你用CFC这个概念的同时 你事实上 把它改成全责基础 我现在的问题很明确啊 为什么不包括个人 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没有没有特别考虑 对啊 如果没有特别的考虑的话 我为什么不包括个人 我不知道包括个人 控股公司跟实际管理助手要怎么样 因为个人他如果成立公司 他就是公司啦 他就没有个人的问题啦 部长 行政院赴税改革委员会 2009年3月 针对所得税反避税制度之研究 这份研究报告 请问您有没有看过 我 当时在复改会啦 我印象中应该是有啦 我是当时 你记不记得 复改会那时候给的建议是什么 已经很久远了 我有点忘掉了 我跟 部长报告 我国建立CFC科税制度 依照国外建立CFC科税制度之经验 多彩 同时针对盈利事业 与个人之CFC之境外所得加以课税 所以应该 在盈利事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同时规范 避免有借不同身份取巧之余 他里面也有提到 所得基本税额条例的修正 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部分 所以这一个报告里面 他给的建议啊 非常非常的具体啊 他说 应将个人CFC所得科税制度 在所得基本税额条例第十二条第一项 第一款之海外所得项目中做定义 这个是当初复改会的这份研究报告 所提出来的具体建议 刚部长也跟我说 针对公司跟个人 你们没有要区别对待的特别考虑存在吗 是不是可以请部长再回去研究一下 当初的复改税乃至于到今天的财政部 针对个人的CFC不处理 是有要帮助哪些特定的人吗 如果没有这个考虑的话 没有应该是没有这个 为什么复改会的建议这么具体 你们到现在只推盈利事业的CFC 个人的CFC却不愿意推动 我想我们调一下付税署的券来看看 就是怎么考量的 你们当初的评估 为什么不把个人的CFC放到里面 具体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时间到了 是不是可以再麻烦 请部长也提供资料给我 谢谢 谢谢 请赖世法委员咨询 主席各位先进 先请一下经济部的次长好吗 赖委员你好 来 左次长你好 这个我们经济部长 前几天讲了一句话 外面不是听人懂 有点兴奋 也有点感觉心里就是怪怪的 前几天讲了说任内不谈货帽了 那又讲说货帽已经接近 已经接近完成的程度 你要不要提一下现在货帽到底 因为是你主谈的嘛 两岸的货帽 第一个现在有没有再谈 呃跟委员报告 现在是没有再谈 没有再谈嘛 奇怪你们部长是什么 前几天跟我说到 转到出口船舶 谈得差不多了 听我看那个字里行间 好像就一部快要签 两岸货帽协议的样子 没有都没有谈 现在是没有再谈 好请问你 我们外面知道最主要是卡到那四大产业嘛 大陆不让利嘛 对不对 我们希望工具机业啊 石化业啊 面板业啊 汽车业嘛 四大重要的产业 他们也认为重要 大家在那里 对不对 真的不下 然后这里面相关的 所谓要签货帽 就有四千多项 对吧 是 那四千多项 我们大概 只签好 只谈好 两千多项嘛 对不对 我这讲 我这话对不对 我想这个 因为很多项目 不是 我问你这样对不对 四千多 这也是以前 你给我的资料哦 说四千多 只谈完 两千多之后 就没有再有进度了 这就对不对 我想那个 我们这个四大产业 我们有事向对方 多次提出争取 对方也有释出部分的善意 也给了我们 比韩国跟中国大陆的 待遇要好的一些待遇 那但是离我们 国内业者的期望 还是有一段距离 那简单来讲 有努力 对岸感觉也不错 笑笑的 但是没有结果 我这样讲对吧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好 现在 那请部长一起来好吗 请部长部长 来一起 我们看到出口 联石是黑了 这个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 赤长 这个 这个 要赤长请教 这个黑跟 这个这样子连续的黑跟 韩国跟大陆的FTA生效 有没有关系 还是说根本没有关系 我想最主要原因是全球 整个大环境的不景气 尤其是盐物料价格 石油价格 一直在往下 所以说影响到这些盐物料生产国家的购买力 所以整个全球的 不是基于我们台湾 全球都是一个这个现象 全球的出口都是衰退的 那么 至于说韩国跟中国大陆的FTA是才刚刚生效嘛 所以短期间之内还没有办法看到它的效果 不过 有点可以确定 包括韩国 包括中国大陆它出口也是衰退的 OK好你请回合 我请教部长 因为今天省到关税了 我们的关税在全世界有没有竞争力 有我们关税税率算是低的 多少 就是一般的多少 工业产品多少 我们平均有效税率大概在 才1.5而已 百分之1.5 那1.5不用谈啦 那1.5很强啦 是 还怕什么FTA 那都不要欠FTA啦 FTA是零关税 蛤 对啦我知道 但是有些FTA不是零关税 有的10年后才零关税 这是平均喔 也有高的喔 也有高百分之10的 就工业产品多少 你说高百分之10是哪些 工业产品 对 不是有些有高的啦 1.29 蛤 平均实质税率1.29工业产品 对吧 这工业产品其实很低的 如果这样子 然后货帽在那边谈啦 还谈什么 货帽都是工业产品 都已经这么低了 有什么好谈 一点多 人家是想说平均有7% 4% 你到底要谈 那如果一点多要谈什么 就不用谈啦 我们就不用国际贸易啦 报员 这是指外国产品进到我国来的税率 我们现在要谈是 我国产品到 那出去呢 出去呢 出去要看哪一个国家的国 平均外面人家给我们下去多少 各国 各国不一样啦 各国税率都不同 大陆给我们下去多少 你知道吗 大陆应该比我目前还高 高很多啦 所以就有得谈啦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来的嘛 不是吗 我们给别人进来很低啊 我们去别人地方很高啊 那这东西需要谈嘛 需要FTA嘛 对不对 需要付货帽嘛 对不对 好 这个啊 第二个啊 我请教啊 这里面大家当然 关心避税啊 反避税啊 什么之类的 你说 财政部长 昨天在这里说 要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是不是 我说先请国际师收集资料 分门别类 如果分门别类高风险的 我们就找国税局的同仁来清查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这个规模 或者是企图性大一点啦 结合金管会 央行三个部位 成立跨部位 一起来 你不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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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第一个就是资讯的问题 我们昨天接触的结果 天下杂志说 ICIJ 就是国际媒体调查联盟 国际记者调查联盟 他们是不提供给官方的 他怎么给天下杂志的不给你 他是联盟之一啊 他们是媒体 你跟他联盟一下 你加入一下不行 他不给 我们就跟他联系了 他说他们是不给官方的 你找国际师 找一个你的白手套去跟他结盟不行啊 我们这里记者这么多啊 请记者推一个代表出去 没有台湾 我们这里记者很多啊 推一个嘛 看哪一个最主要 台湾就只有天下的记者加入 这样子喔 对对对 所以你也拿不到 拿不到 那你搞什么呢 那你昨天讲的这么大声 你讲的这么大声 结果今天说没啦 我都没啦 昨天我告诉各位 以鹅传鹅 昨天大家在谈一万六千家 结果证明是两千七百二十五家 所以说鹅毛变鹅啦 对两千七百二十五家 接着呢他是要下个礼拜 他出刊的天下杂志才会发布 然后ICI街是五月网站上全部会公布 所以公布啦 我们就有全部的讯息了 我们再来分门别类啊 所以你也没有比我们高明啊 你也是看天下才知道啊 就这样子啊 你也是看五月份的网站才知道啊 我 我是建议你啦 是不是要找像这几位记者 都看起来不错喔 看起来聪明啊 都是帅哥美女 都很聪明啊 找一两个啊 能不能跟他们结盟一下 找给你啊不就好了 可以这样吗 那是国际记者啦 international 他们也是国际记者啊 拜托 你不要把我们比例头啊 这个 喔这些很多人会讲英文呢 也是国际记者啊 你也讲这样 什么叫国际记者 英语 speaking叫国际记者啊 他们也可以讲英文啊 你问问看看 对不对 大家笑到你看 笑到出去就会掉下来 对不对 不能这样子啊 小看我们记者啊 他们也是可以变成国际记者啊 不是这样 只要讲英文就好啦 是 没有错 是不是 对啊 我不知道你定义是什么 非台湾就是国际记者 那也是很奇怪 所以我先问你具体的嘛 有没有考虑过 scare大一点 企图性大一点 找军管卫找央行 成立一个跨部会的 这样子 反避税委员会 我原来先有资讯再说 没有资讯 就我就说先成立院籍的 那个就有一点太大了 我们财政部先过例 这个资讯 所以离这个还很远啊 离这个还远了一点 对 好 第三个问题啊 你这新政府成立哦 跟你做法 我不知道 林万利先要负责长照嘛 他有没有找你 没有 他说啊 他这样说 我把他全部找 他说长照的裁员 卸阶段 以房地合一及调高 移政税 10% 这样子就可以应付 第一年三四百亿 这句话 你接受吗 如果就我们税收的估算 这两个加起来是没有这么多 多少 两个加起来多少 移政税如果调高10% 大概就是几十亿 增加三四十亿 不会到百亿 然后那个房地合一 房地合一第一年大概就是 第一年今年会实现的大概29亿 29亿 所以算30亿 30亿加30亿 60几亿 跟0万亿 马上要接任520之后的政务委员 差了很多啦 对不对 你应该告诉他一下啦 碰红水家贪没肉啦 对不对 碰红 这样就有300多亿 加起来67亿啦 只有五分之一啦 告诉他这个啦 除非你算错 不然就他生一个部长 找一个部长出来 叫李盛和的比你强 对不对 可以克他300多亿 不可能300多亿嘛 对不对 他说第一年就这个 300多亿 然后等到以后 才要考虑调高营业税0.5% 调高营业税0.5%你通吗 那个也就是给国民年金啊 要给国民年金嘛 所以0.5就最少1.5嘛 因为我们法定 我不是说法能不能把它overright的说 我不要给国民年金 我先给长照可以吗 那立法院通过什么都可以啊 好吧 这就要你讲到重点了啦 所以我们讲昨天交集条例 都不用够讲的 立法文出来讲话都可以啦 煞麻也煞你啦 煞麻也煞你啦 不用说到这样啦 所以这里面 最后一个问题 我还是要回到昨天你有讲的 一个说 如果这个法通过了 必须看这个一下气氛 有这个气氛 但是对外面 所谓的海外资金跟海外所得 怎么区别 海外资金还是海外所得 怎么区别 所得是资金是数啦 所得是果啦 是水果啦 资金产生的知习 才叫所得啦 听不懂啦 你说根据报表 他就请回来 你怎么identify 说来 这一块钱叫做资金所得 这一块钱就是你以前 你以前可能去那里什么的 那个就是看账啦 看账 要查账 查账喔 如果说他先汇出去100亿 然后呢 到最后变成110亿啦 那个10亿 当然当然就是知习 这个啊 我们当然都在支持啊 这个公平正义啊 但是细节可见得 你还没有想那么清楚啊 因为这个东西 我觉得细节方面还是要定啦 否则 到处要嘛 真的不傻傻 好 谢谢 下一位我们请 卢秀燕委员咨询 卢委员请 主席请张部长 谢谢 部长请 主委好 部长辛苦了 连续两天 然后都一个人独挑大量 辛苦了 谢谢 部长 这个昨天天下解密 因为天下市跟ICIJ 独家来签约 然后来解密台湾的媒体啊 那么所以这为什么其他媒体没办法参加 因为ICIJ独家跟天下来签约解密 所以他们包括不提供给官方 没有其他媒体加入云在这个地方哈 那根据昨天天下的解密 天下去年解密了所有的这个公司啊 的这个有关于在海外进行 昨天独家解密了九十几位就是台湾人 那么在海外有这样子一个存款或者避税 或者怎么样的情形 其中最大咖的呢 是吴奇隆 是吴奇隆 那所以我就不晓得这个今天呢 吴奇隆也成为各媒体的头版头条 好 那我不晓得这个是一个蛮权威的资料 是由天下独家取得ICIJ的资料 九十个台湾里面最大咖的是吴奇隆 那我想请问部长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反应 我们昨天也拿到他网站上最新的文章 也包括就是有一段里面就讲到委员讲的这一点 就是说他有有九十位台湾人中包括知名人吴奇隆 当然完整的资料是还没有 那吴奇隆是什么 然后呢在做什么事 这些相关的一无所知只有三个字 所以我们等到他下个礼拜 他天下杂志会发布完整的 我们收集到了再来 第二个您在昨天跟今天的答训中有特别提到 未来你要查税办案的资料 因为公司也很多 台湾人个人的也很多 所以你要列这个优先次序 你特别用了一个名词 高风险的就是他可能有逃漏税情形的要优先 你会把它区分出来 因为你有人力上的限制 你没有办法全部去查 你昨天跟今天特别强调 所以我就不晓得像吴奇隆这种的 算是你的高风险吗 范委员我对吴奇隆还没有概念 我知道他是 你认识他吗 我知道他是歌星嘛 就是 是 就是歌星而已 是你认识他 其他我还没有概念 所以什么风险我都不知道 OK 所以你也目前为止无从判断 无从判断 那如果一旦下个礼拜 这种资料都出来了 那你们大概国税单位也会有一些判断 那你会开始进行约谈吗 范委员你这样问好 就有一点太早了 等到我们看到资料再来 国税局很多查账的高手 他们有的时候用鼻子闻一闻 大概就知道是哪个是风险高的 所以你们现在鼻子闻到了吗 还没有 因为没有看到资料 什么资料都没有 我要讲白一点 只有这一篇 而且从16000家变成2725家了 所以我 我心中有很大的问号 对这个资料 有很大的问号 你觉得他不够确实 还存疑了 是 因为我没有任何预设立场 我只是透过寻达了解官方 台湾的国税单位 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那另外呢 因为我们常常在处理选民事务上的话 我们都了解 当你们鼻子闻到的时候 动作就开始了 包括我刚才讲的约谈 包括我讲的约谈 那你知道像吴奇隆这么大咖 如果一旦被约谈的话 那就是不得了的新闻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 这个非常出名的公众人物 所以 你们到时候 如果按照你们的办案程序 你们会维护人家的隐私呢 还是你们会 就公然的约谈 按照你们的程序 一定会维护隐私 会维护隐私 但是不排除约谈 我们查税 一般都先把资料收集好 相关的资金流程 收集好 约谈才会有内容 是 我前面的委员 黄国昌委员 也问到这个问题 他是没有点名 吴奇隆 但是他特别一再问 CFC 他一直在问 政府的反避税的 这个法案里面 草案里面 为什么没有把个人放进去 为什么没有把个人放进去 那当然 政府的修法或立法 他有时候会有一些节奏性了 但是 以你一生都在国家的税务单位 国家税务单位的话 那你对于 除了公司的这种反避税草案以外 你赞不赞成 把个人 也立入反避税的草案里面 这样 我刚答应黄委员说 我们调一下 付税署的评估报告 为什么没有把个人放进来 我猜就是制度上的问题 因为个人是实现制 要实现了才算所得 但是如果像刚刚讲的 在海外设 就要变成英计基础 那会跟我们整个所得税法 中国所得税制度 全部有汉格 所以你就得是跟国际所有的会计法规 是接轨的吗 我猜了 国际会计法规 那这个公司呢 是以实现 但个人是以现金制 对不对 那因为个人我还没赚到钱 那我小爱考虑你求税 因为这个还没有分配嘛 但是公司不一样 他账上就已经拥有 所以他应该要课税嘛 所以这个 一般的小老板 心里听不太懂 我把它做个解释 好 谢谢 那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就说 因为你知道 昨天有很多的这个人在讲了 当初是因为有很多 就是会到海外去 不管是避税或逃漏税的 或是其他资金用途的人 那么他们会有不同的考量 那像昨天就有委员问三问 就是蔡英文的哥哥 你出去一般不拖三个墓地 那所以呢 一般来讲的话 2008年以前 比较是因为台湾当时的李登辉总统 陈水炳总统 采取借其用人的两岸关系 所以很多人呢 是透过到海外去放资金 再进大陆 可是2008年以后 马总统上任以后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大家都可以就是直接到大陆去投资 所以他没有必要去绕 所以未来政府在做这方面的查税 或是反币税的动作 你赞不赞成 你昨天有讲说要有个优先次序 那要不然的话你们也没办法这样子做大规模 这样的查你也受不了 第二个你资料取得有困难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赞不赞成 用一个时间点 譬如说这只是我仔细的发想 用2008年 因为2008年是政府 开不开放到大陆投资一个时间点嘛 当做一个时间点 当做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查的一个顺序 譬如说2008年以前 我推估你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办法 国家政策没办法直接到大陆投资 所以你只好绕经第三地 但是2008年以后去的人 那你本来就可以直接去大陆投资 你干嘛还要绕到第三地呢 我就推估你比较具有高风险 是要逃漏税 你觉得这个逻辑对吗 委员非常有高见 我觉得您这个建议我们可以 当做评估的一个参考 非常好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把它 优先次序列出来 这个是一个可以考量的点之一 就用时间点 可以直接去大陆了 为什么要透过第三地去 是 那就2008年以后 出具人就必须要跟政府来解释 他比较是政府查逃漏税 高风险的对象 你到底你没有 你不是要去投资的啊 那你出去干嘛呢 所以这个都好 我没有任何预设态度 我只是在就是了解官方的一个态度 另外这个国安基金 昨天我看所有媒体报道都说 昨天下跌100多点 是因为你在这边打询讲说 我们国安基金4月12号要退出 第一个你对于这样子的连结 你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觉得这是有一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分析师了 国安基金 你有没有喊冤啊 我只是给你机会 是喊冤啊 因为应该是关联性不大 但是呢 大家应 刚好又这么点 如果昨天大涨就好了 是 所以这个我是 那你昨天没叫吴次长认真一点 认真一点互盘 这样的话就不用让你背这个黑客了 我要借机成千 我也没有说那一天一定会退场 我说要委员决定 要委员决定 但是通常来讲 是 前一届不会替后一届做互盘的决定 而且授权到4月15号嘛 是 好 那另外我想请问 因为张善政院长 我们曾经问过他过这个问题 他特别提到 国安基金要不要继续互盘 虚心政府的意见 因为这是国家重大的政策 那根据昨天通过的 总统的交接条例 初审通过的 也主张 重大政策 要由新政府来决定 第三个就事实来讲 第一个是张院长的说辞 第二个是总统那个交接条例 第三个就事实来讲的话 因为在国安基金的成员当中 官方所占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三点八 等于说政府可以掌握过半数 换句话说新政府要过互盘就互盘 他不要互盘就不要互盘 所以我想了解我想了解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政府的这个各政党代表 已经出来了嘛 到时候会有一些官方的代表 所以我想了解你昨天这个讲话 因为之前我们在这边寻达的时候 你一直都表示说为了不要给人家有摆烂的感觉 你觉得一动不如一进 那应该维持到520平顺的交给政府 然后由新政府决定进或退 即使4月15号新委员上任 还是你在当财政部长啊 所以呢你主张你 我记得我们两个的寻达 你是说一动不如一进 一直希望维持到5月20号 再来做交给新政府决定进或退 可是你昨天话锋一变 就是即使你继续担任财政部长 但是4月12号当新当的这批的国安基金的委员退出以后呢 他很可能就不做护盘决定 因为前任不会替后面决定 那你昨天向他讲话是有征询过新政府的意见吗 即使要退也是一个决定啊 爸委员我们话说从头啊 这个这个一开始的议题是曾明中委员 希望我们召开临时会立刻退场 我说现在退场会被认为摆烂 那我是认为一动不如一进 一动不如一进 我没有讲520 我是说授权到4月15号那个时候 因为第一 那个授权就是到4月15号 是 所以我说不用再召开临时会 是 可是4月12或4月15 新委员就职 还是你在当财政部长 但是那是新委员 还是武当杰在当 4月22号以后就是新委员了 如果真的有黑天鹅出现 新委员立刻召集 要进场就进场 是 所以你今天再进一步的答复是说 即使4月12号 旧的现任的委员退场了 那国安基金退出了 但是 只要在520之前 你继续担任财政部长 武当杰当这个执行秘书 然后你们都会勇于负责 当 有风吹草动的时候 国安基金不排除 再有决定进场 或是怎么样 会召开临时会 您的意思就是这样 没有错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说现在这一任的委员 4月22号卸任 那4月15号以前开这个例行的会议 卸任的委员不应该替新任委员决定 要不要授权 我是认为就自动到4月15号 授权日就退场 自动退场 然后接着如果还有风吹草动 新任委员就上场了 有新任委员决定 我的完整的意思是这样 是 那这个就非常有趣了 到时候可能会 希望都很平顺了 因为到时候官员是现任的官员 您跟吴次长 但是呢 但是这个委员的成员 是新委员 是新政府 对 居多 因为他们在53% 包括到时候出来的 因为国安基金的这个委员里面 包括副院长 包括这个新的财长 你虽然是现任财长 但是我领之后的财长名单 已经出来了 会是你还是他 什么 就是到时候这个名单啊 因为他有一些是当然委员 是 所以4月15号的委员名单 我就做到5月19 所以你还是委员 是 你还是委员 是 然后像交通部的部长陈建宇 还是委员 是 主机长石素梅还是委员 是 所以 还是以你们现在的 是 委员为主嘛 所以到时候你们会负责到 但是我们会尊重新的委员的意见 所以 4月15号以后 虽然是旧的班底 但是视为重大政策 所以到时候国安基金 要不要进场互盘 历史招待的话 你们在这个交接期间 你们会去问新政府 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 新委员 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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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了解 谢谢 是 请徐国用委员咨询 好 我们还是请部长 委员好 部长 昨天我提到了 巴拿马文件 这些英文的翻译很有趣 昨天提到了姜一化 那姜一化 我们前行政院长出来 否认说不是他 不过你有沒有发现 里面还有一个依然骂 他到现在没有否认 依然骂指的是谁 你知道吗 马在前面是马在后面 我不知道他们的英文名字 所以现在 从刚刚你的这一些 答询里面 你一直说要等媒体发布 你才有资料可以查 所以换句话讲 要等天下杂志发布了以后 你才有资料 所以你所有的 你要查的所有的一切 你就依靠着一家媒体 如果这家媒体给你错误的讯息 你就会查错 如果这家媒体 不小心漏掉了一个人 那个人你就不会去查 因为你也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这样啦 这是两个议题 一个是国际避税的议题 一个是巴拿马文件 巴拿马文件委员讲的就没错 完全 因为他们就靠ICIJ ICIJ是国际媒体调查联盟 那你们昨天我意思说 昨天很多网友已经 自己就跑上去查 自己 欸咱 材账报都没有这种人材喔 有啦 我们这个 查税了 你不是说鼻子闻一闻就知道吗 以后不要说鼻子闻 用眼睛瞄一下 因为鼻子闻 人家会想到其他的东西去 眼睛瞄一下就知道 对不对 那也上去瞄一下啊 有我们有上网 但是还没有很 没有什么资讯啊 所以我的意思说 像 昨天 江一华出来否认啊 好他否认我们尊重他 王文阳也出来否认啊 说那个人不是他 那他否认了 你们就不会查吗 譬如说王文阳否认了 你们会不会去查王文阳 我就问这句话 还有那个伊朗骂 不是宜蘭那匹马啊 宜蘭骂 翻过来 那昨天 也有 资深的新闻人 胡中信 他讲说国民党 有一大笔钱 6亿 从台湾汇出去 他说会不会是汇到这边再转过去 人家在电视上都讲得这么清楚 你们有没有要查 包委员如果我们天天看民嘴 包括您主持的节目 如果我们天天看这么多台 那国税局可能只做这件事就够了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 是他已经明白了这一段出来了 不是要你们从头看 这一段会出来啊 如果他有具体的试证 其实可以检举啦 不要在电视上讲 因为电视上讲就没有具体的证据 像检举案件 检举案件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 所以那现在我就 我就在这里就问你了嘛 那这个你会不会查 宜蘭玛你会不会查 老实讲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也无从察觉 没有姓名 没有地址 宜蘭玛不是姓名喔 英文的姓名 你怎么知道 国内 夫政事务所你都查不到 这个江一化说 同名同姓的可能很多 宜蘭玛不会很多吧 没有啊 那个骂不会很多吧 我看江一化 她说的 她的姓根本不是 是啊 所以我说 她那个 姓林的也有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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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用汉字的 也当时有用广东话的 很多啦 我的意思是说 像这样子 你们难道近似的 相似的 你们都不想去查吗 委员先把资料弄出来再说 因为这个资料 我觉得 我希望你们还是去努力啦 努力 那昨天 有提到 假外资的问题 你们有发现 我们外资进来 最近不错嘛 外资进来不少吧 那我们出去的又多少呢 央行那些统计的都是 是禁流进啦 禁流进来的 我知道 出去也八百多亿耶 一年耶 米金也不是台币耶 这也很正常啦 因为国际贸易 所以啊 我的意思说 我们出去这么多 回来这么多 难道这不是假外资吗 所以有出去的这些人 在进来的 如果他又出去又进来 而且 负责人 虽然法人好像不一样 但是如果 这些负责人或相关的人是一样 他们用的都是英文 都英文喔 你们这个时候 会不会想去查一下说 这是不是假外资 这样啦 委员如果是 国际贸易的付款 这些汇款 都没有什么外资的问题了 当然啦 他就国际贸易嘛 我指的是很多进来 他就不是在做国际贸易啊 所以我们的这些 包括股市什么 会不会讲外资 所以 今天 人家特别在讲讲外资 今天的这本杂志 就提到啊 里面提到很多讲外资怎么进出啊 所以我的意思说 昨天刚好有委员在执行这个的时候 那当然你讲说 那你们会把这个资料 pass给金管会去查 所以我突然间想到 为什么金管会以前在财政部 当然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把他独立出去了 如果这样子 还要到行政院去做一个小组 我突然想到说 诶 全世界现在有金管会的国家 有几个 这样啦 分则必合 最初 分则必合三国制啊 对对对 最初金管会分开的时候 是国际有分开的现象 现在国际又合起来了 国际有分开的现象 其实也没有很多啦 对 现在又合起来了 现在 以前国际出去的 大概就英国嘛 英国嘛 因为我出去参加国际财产会议 没有谈金融的就只有我一个 因为你有金管会 所以你变成不能上桌了 所以我都要带金管会的人去 带副主委去 所以我们去跟人家开 只要谈到金融啦 保险啦 银行的 结果是副主委上场 人家是正的 我们是负的 没有错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怎么没有想到 在组织金检里面 也提出一下把金管会废掉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假外资 你们就不必去跟金管会什么联合 还Pass给他 金管他不要插你 I don't you you 你都没办法啦 所以这个 牵涉我们整个国家机制 我今天不客气的讲 现在全世界 有金管会的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台湾 当然中国听了一定很我 全世界只有我们有 他把我们当做他一部分 但是事实上是只有两个国家有 一个台湾有 一个中国有 本来还有英国 英国废掉了 也回归到财政部下面了 所以我突然间想到说 你们为什么不主张一下 你们在查假外资 查这些包括投资的这些问题 然后连税 可以用税一起进去 把这些什么巴拉玛文件什么 你们就可以这样整个通盘去处理 也不要什么 还要到行政院成立一个小组 都不必了嘛 你们在组织金检里面 为什么不提一下 这个当初要分开也经过挣扎 也经过一些风波 现在全世界始建在中国跟台湾 所以啊 现在中国人说你看 台湾的制度跟我们一样 全世界现在有进管会 只有我们 中国 这倒是听起来很奇怪 然后你们要查 譬如说浩鼎 你们其实可以借着查税 很多东西都可以进去浩鼎里面 查这些资料 好啦 你们也进不去 因为那是进管会管的 所以就一团乱 所以今天为什么这样 你们有没有通盘去想一下 所以我今天其实给你建议一下 这些税者我没有意见啦 只要为了国家经济发展 当然啦 你们要少收税啦 经济部是比较高兴 经济部只要最好都没有税 他们要经济发展 你们是要收税的 所以让你们两个部会在这里 似乎有点 这个在基本概念上有点是 不会啊 我们今天要配合 像这税者修正都配合经济部 真的喔 那不管怎么样 我再提到 像金管会 废掉 你赞成吗 委员你这个建议 我是觉得可以研究的 可以研究 那就是赞成喔 那个威力是会很强大的 因为有金融有税 财政部才有完整 是很强大的 是嘛 因为那是一体的嘛 很强大的 是啊 而且不但这样子 你才可以真正的财政部可以这些 包括银行 金融 这个可以 还有证券的 保险 保险 真正可以促进 我们的经济的发展 包括这些调控 奇怪 那当时也许 那时候是民进党执政 把他金管会分出去了 现在其实 可以开始考虑 十一四转 尤其碰到了 这些什么 巴拉玛文件什么 这些出来的时候 你们要查 很多东西 包括 这些利用银行出去的 用保险 这些金控出去的 如果在财政部下面 就好几 好几个管道 好几个工具可以处理嘛 我这样讲对不对啊 有没有道理啊 在你的财经专业里面 对啦 对啦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把他分开 现在民进党又快执政了 可以 再把他拉回来 是 所以你也赞成 好 金管会今天很遗憾 没有人来 不然问一下他们意见 他们可能会反对 第一个 我们曾委员不在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些假外资 你们是应该要怎么样的机制 用税的机制 用什么机制 真的要去查 因为很明显的 这个整个税率的不一样 让我们台湾的这些人 这一种就不叫避税 这一种我们叫做托法行为 避税也许是合法的 但是如果他是用托法行为 他目的根本就不在于做贸易 不在什么 而只是为了在 这一些要把税降低的话 那个应该叫逃税 那个就不是避税 所以这部分你们还要再努力 它就是租税套利 应该是这样讲 租税套利 arbitrage 租税套利 这个套利 其实在法律上讲 我们认为这就是托法行为 托法行为本身就是违法 它并不是合法的避税 所以从这里我们希望说自己努力一下 你们也有很多电脑人才嘛 上网主动查 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天下杂志 不是 所以我刚刚跟委员讲 这两个议题 国际避税查是另一回事 我说巴拿马文件这件事 当然也只有他有啊 你要想办法 人家都可以上去找啊 你要想办法 你下面很多天才啊 你不是说文一文就知道吗 你们去看一看就知道啊 那是害客啊 害客害进去 我没有叫你害客啦 那是违法的不能做啦 不是他这个文件啊 是那个巴拿马那个律师事务所说 他们被害客害了 啊他们被害客出来了 已经做公开了啊 你就不要去害啦 你现在去找那些人你就知道啦 对不对 那就不是害客啦 我没有叫你害到人家律师事务所 你不可以害进去了啦 但是出来 我们有很多电脑天才嘛 我们广泛搜集资料啦 下个礼拜天下杂志的公布 接在5月 这个 ICIJ整个网站都会公布 还有最后一点啊 時間到了 我有最后一点提 不要以为说 天下杂志今天讲说 没有政治人物在里面 政治人物啊 他真的要这样子去洗要怎么样 都不会用他的名字啦 都是透过他的亲属啦 真正能够很坦白的 像蔡英阳这个坦白的 马上告诉我 2008年去 2009年close 那个反而没有问题啦 有问题的就是什么 依然骂啦 这一些才会有问题 很可能政治人物会用人头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啦 当然 不是只有政治人物 包括昨天讲的学者啦 不要以为大家都很清高 大部分很清高 但是那几个不清高 就要害死大家啦 所以这一部分 你不要刻板印象说 他是学者就不必查 不是这样子的 我想这个是给你建议 好 感谢 我们在陈赖宿美委员 直询之后呢 要休息 请陈赖宿美委员直询 我们的主席 我想请我们的那个 经济部次长 委员你好 次长早 那本期在这边想要询问的是 我们在ITR2 资讯科技协定扩大谈判 涵盖有201项产品 这个201项产品 占我国一年出口 大概是900亿的那个美元 那我国产业可获得的 净出口关税的净利益 约8.2亿美元 其中有136项产品 为我国具有竞争优势 以及出口利益的货品 那在这两项当中 占整份清单的68% 这也就是我们 台湾科技产业界的那个表现 非常的亮丽 而且具有强而有力的竞争力 我这样说您认同吗 我认同 那在这边我想要提出的是 ITA2的完成 反观我们台湾每年出口金额 大约160亿美元的面板 却未列入降税的清单 那我想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经济部 做一个说明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我们从ITA2 谈判一开始 我们就极力的希望 也要求把面板 纳入这个ITA2的清单里头 我们甚至为了 没有把这个面板 纳入ITA2的谈判当中 我们跟所有国家都是极力的交涉 甚至造成游度 这个谈判都没有办法继续谈下去 不过后来因为所有的国家 包括美国包括欧盟 他们也向中国大陆施压 但是中国大陆就是不肯把它放进来 所以他们为了要让ITA2谈判 能够尽快的在去年年底 WTO部长级会议第十届 能够达成协议 后来双方经过妥协 之后那么欧盟跟美国 他们同意把一些产品 本来是要三年降税的 它加速急速降到零 然后来换取我们同意 不再要求面板 那么后来我们经过评估考量之后 面板这一项 我们可以在ECFA 货品贸易谈判里头 继续跟中国大陆来争取 在这种假设情况之下 我们在为了要 让ITA2谈判早日完成 而且早日让我们国内的业者 享受ITA产品降税的利益 所以我们后来同意了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说 这个ITA2谈判 在去年实业能够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表示你们有在这方面做努力 我们一直在努力 因为我们台湾的面板产品 在液晶电视等相关强劲的需求带动下 我们都知道出口总值 从我们的2003年的51.6亿美元 一路的一直攀升到2008年 173.8亿 这成长的幅度已经高达236.8% 可以说是成绩非常的好 但是呢在我们的那个马总统上任 我们的产业政策金融海啸等因素 让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的出口总值一下就降到了120亿美元 就是说它就是年减大概31% 就是创始上最大的一个减幅 那对于这方面呢 我们各国政府也都有提出相关的一个 提振的一个需求 积极的带动各种振兴经济跟补贴奏资 就我所知道的是 中国透过家电下乡的方案 来提振内需 那连带的也影响我 也带动我们出口面板的需求 在201年的时候就已经 又高达了179亿 已经创下的史上最高 那但是呢 我到了2011年 因为笔电电视等产品受到行动 那个装置的崛起的影响 所以呢对面板的需求慢慢的减缓 加上国际的那个竞争很激烈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面板产业最大的一个市占率 是在中国大陆跟香港嘛 那慢慢的发现南韩也急起急追 甚至于在近年当中去年当中 南韩在中国的市占率已经超越我们台湾了对吗 这一部分我想我请公益局同仁来说明一下好吗 好没有关系 这个部分有没有 我在这边提出的最主要就是 当中国全力扶植本土的那个面板产业 再加上有一个南韩的劲敌 一直持续扩大面板的一个销入 就是销售到中国大陆去 那台湾的面板已经出口慢慢逐年的一个滑落 甚至中国的市场 我刚才已经提了 南韩甚至超越我们了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危机 我们的相关单位是否有应应的措施 我跟委员报告 那么韩国它面板 一直是我们在中国大陆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 尤其是韩国跟中国大陆的FTA 里头关于面板这一部分 韩国所争取到的待遇是前八年不动 后两年每一年降一半 那么就第十年才降为零 那这一部分 我们在跟中国大陆谈那个货品贸易协定的时候 那这部分我们是有争取到比中国大陆 比韩国还要好的待遇 那当然我们是举例的要协助我们面板业者 所以说我们也提供很多的协助措施 让我们的面板业者能够增强它的竞争力 在这部分我们是会持续在做 而且也 做具体措施有哪些呢 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巴尔委员我们除了在这个货帽集中争取之外 那基本上我们在拓展外销这一部分 因为委员了解 我们大概七八成的面板都销往中国大陆 那我们现在在开拓新兴市场的一个外销 包括第三世界 那巴西啦 然后印度啦 这个都是我们努力 然后我们还要搭配整个我们现在整个的 系统整体输出 我们希望整个配套的去做输出到这个比较需要的国家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当我们马政府八年的执政期间 宣称努力的打造两兆双芯 除了四大面板 总计我们的亏损3957.51亿元 再把DRAM四家公司亏损把它加起来 总共这四家有超过十千亿 这两个总共加起来将近八千亿 这个两兆双芯变成什么 两兆伤芯 也让我们台湾的产业的发展大受伤害 所以解释我们执政当局有没有 我认为还是努力的空间很大 因为我们的政策不够的明朗 当我们台湾的面板 腹背受敌的时候 未来中国挤压下来 我们台湾指日可待 所以面对我们韩国还有中国大陆 自己本身也在制造这个面板 那我认为中国大陆 成为全球第二大面板的供应国 我未来应该是他们有这样子的机会 那我们面对这样子的威胁 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大量的辅佐 他们自己的面板产业 再加上南韩的一个来势汹汹 他们都有国家的一个很大的资源 在作为他的后盾的时候 我们台湾 看不到我们台湾 给我们的面板产业 有什么强而有力 比较具体的一个政策 这也是我今天要在这边 希望我们这个主管单位 能够负起这样的责任 因为我刚刚提到的 你们就只是说增加其他的国家 我认为这个是简而易懂 大家都知道的 那还有什么具体的政策 我现在听不到你们的具体的政策 如何的辅佐我们的一个面板的一个 方法委员 刚刚委员所提到的是没有错 就是说 中国大陆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竞争 竞争的一个国家 那可是在先进的制程上面 譬如AMOLED 软性面板这部分 它技术远不如于台湾 那所以说国内现在的面板很多 所以您的意思是我们的面板的技术 是先进国家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略胜于其他的 我们是跟韩国并驾取去的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 当然国内有一些面板业者 已经有透过这个政府单位在提 就是说 是不是有机会透过相关的国家的基金 来参与投资 就是让他们把这个部分把它壮大起来 这个部分是有在谈的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政府也有去协助 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政府主动要来协助他们这些面板的 是的 关于技术软硬体设施这个部分 是的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跟业者在做接触 好 希望不要因为520交接而停顿 继续努力 谢谢 谢谢 报告各位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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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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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在 感谢观看 我们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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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 代表 感谢观看 在那个地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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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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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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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案 感谢观看 所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是这样 这样吗 我会说 相对 是这样 也就是说 如果说 是这样 再廢銅看 再嵌銅起來 這才正確 對啊 因為如果今天萬一有沒有 當事人在你們做第二次錄影 是找權利人來 他不在場的時候 你們要硬塞什麼東西下去的話 他也有被害的一個餘律啊 那再加上說 如果這個當事人 他帶這些貨品進來 也許他是善意的 並不是故意要去逃漏稅的 那或許他有共同托他買的合夥人 或是其他人 這裡面會有一個問題啊 被你們沒收的一個貨物中 結果這個數量記載事項上 在第一次的時候並沒有啊 那到底是他私吞了還是怎麼樣 會引發更多的 在法律上其他的這個傷害 或是說其他一個聯想 這是不對的啊 那經過本席說明我想 我想官務署在這個方面 我們是非常支持 絕對不要有這樣子 思路貨物當中有沒有 去規避他應該這樣 國家這個這個說客的一個責任啊 那他也不能夠夾帶名牌的一個貨物 去影響這個這個市場嘛 也造成有沒有 這個市場上有些人的這個權力受損 這個我們都非常支持 但是官務署不應該這樣做 我希望趕快做一個最好的一個改善 那個還有一點時間 那個署長可以請回來 這個部長 其實在昨天啊 有關於被凍結的預算當中 他昨天已經解禁了 但是我還是有很多想了解的地方 是不是那個財政諮詢中心有在 有在 你們之前被凍結的五分之一 是有關於這個創造智慧好生活啦 推動電子發票的這個案子 那本席想在座財政部俠下各官員 請問你們有電子發票載具的 電子發票多元載具的請舉手 那那這麼多人 部長你的是什麼 我的是全聯卡 你的是全聯卡 副主任你的 主機長嗎 公務才聚集 這樣子 好 那其實還是很多人都沒有 而且很多人都是一臉疑惑啦 我第一個問題是 其實在102年的時候 我們這邊也是財政部所提供的一個數據 在102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從103年開始編3億多 連續三年的這個經費的時候 當時消費端不是營業端 消費端無實體的電子發票比例 已經有6% 那你103年開始每年1億多 1億多 1億多 105年這個預算被凍結了五分之一 其實到102年是沒有這個預算的 但是103年無實體的電子發票比率 從6%增加到8% 可是你103年開始以後 每年投入1億多 這裡面有資本門也有金長門 但是到104年的時候 統計數字也只有9.2% 現在快16啦 15點多啦快16啦 快16 對 沒有沒有但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你們給我的資料 大概最新的啦 最新的是 最新的是15.71 你最新的是104年年底嗎 沒有到2月29號的 就是今年2月29 你有提供給我104年 我就照104年來 因為你提供給我103年 102年104年 一定是用當年同一個時間點 在做做統計的啊 你不可能說你今天提供給我103年8% 是104年2月29號的數據啊 是是是 我們是105年2月29號已經到是快16%啦 15.71%啦 好 那我們每一年要投入1億多 啊那個理由是什麼 說明一下 好 這做些什麼東西 因為在你們的相關的一個計畫當中 的資料沒有明白顯示說 我們有一定KPI啦 今年度要當到20% 載具部分 不會啦 那今年剛剛講已經16%啦 到20%也不過提升4%啊 我剛剛不是講了102到103 你還沒有投入這樣的一個資本 跟這樣的一個宣傳費用的時候 他自然而然就提升了2%啊 因為這個是電子發票是全面性的 對不對 那現在就營業端 或是說像公用事業的話 進來就也是有 我跟你講你講公用事業齁 對 我就很快的講一下 公用事業本來不用開發票對不對 好 那你現在說公用事業要開發票 然後你用公用事業把它算到 無實體電子發票當中 那你是自己衝速做成績啊 在他還沒有開發票的時候 他根本就不會有資本的一個發票 那你建太說他要開發票 然後你又把它納入到無實體 我認為你是自己把這個數據美化 這是議題兩面 因為公用事業的話 我們是因為有這個載具 所以我們建議他說 不用開那個實體出來 所以因為科技的關係 我用一句話 對 我用一句話 因為時間到了齁 我希望你到時候 再給本席的相關的統計數字 你的無實體電子發票消費端這邊的 是不要納入公用事業的 公用事業另外算啦 因為公用事業 104以前根本就不用開發票 你又把它納入要開發票 然後去納入到無實體電子發票的一個 你們推廣的一個比例 我認為這個不確實啦 部長應該有了解本席的 我了解我想 委員也看得很深入啦 那個推動電子發票 現在總數超過百分之五十幾啦 48點多一張啦 但是載具的部分 比例才百分之這樣 到二月才百分之十五點多 所以載具的推動是要非常努力 最後才能夠無實體嘛 好 那個主席齁 他可能請求主席就是說 第一個 如果照剛剛財政部這樣回答的話 那每次一程前我們所要的資料 到今天上的報告台 他那個時間點又調整 然後他那個趴數比例又不對 這樣叫我們 我們很認真看你們寫的報告 這一點我相信應該要 要求一下財政部吧 只是提供新資料給委員參考啦 那你到台上才要講 然後再來說我們引用的數據 我們引用的數據也是 你們提供的數據啊 那你到底是年底還是隔一年 以後我們 1月2月 這個請主席要求一下 你們提供最新的資料 是 謝謝 好 報告各位委員 我們報告及尋答完畢 其中林德福委員 林源委員所提書面質詢 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財政部以書面答覆 並請財政部及相關部會答覆 因為還有其他相關部會 不一定都是財政部的事情 好 OK 委員質詢未及答覆部分 請財政部及相關部會 於一週內以書面答覆 委員質詢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 疫情於期限內 送交各相關委員 現在進行審查 請議事人員 宣讀修正草案稅責內容 海關進口稅責部分稅責修正草案 第17章 糖及糖果 修正真柱五 第20章 蔬菜 果實 堅果 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調製品 修正 第2007 9910號之第二欄稅率 修正 薩爾瓦多 瓜五SV及宏都拉斯 瓜五HN試用之稅率 增定第2106 9056號之稅號 豁明及稅率 第22章 飲料 酒類及醋 增定第2202 9017及2202 9027號 等2號之稅號豁明及稅率 第32章 柔格或染色用萃取物 柔酸及其他原生物染料 原料及其他著色料 7類及繁綠水 油灰及其他灰泥墨類 刪除第3215 1100及3215 1900號 等2號之稅號豁明及稅率 增定第3215 1110 3215 11190 3215 1910 及3215 1990號等4號之稅號豁明及稅率 第35章 蛋白狀物質 改質澱粉 膠酵素 增定第3506 9130號之稅號豁明及稅率 第37章 感光或電影用品 修正第3707 9010 3707 9020 3707 9030及3707 9090號等4號之 稅號豁明及稅號豁明及稅號豁明及稅率 增定第59119010 增定第59119090 及59119090號等2號之稅號豁明及稅率 第84章 核指反應器 鍋爐 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修正第8476 8910號之豁明及第一欄稅率 修正第84423030 84423090 84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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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 84729030 84729040 84729090 84734090及84752100號等12項之第一欄稅率 刪除第8141100 844145900 844195000 8441195000 84212900 84823200 848238100 848239000 84561000 84759000 84798960及84798990號等14號之稅號豁明及稅率 靜定第8141100 84411410 8441195010 848195090 8475090 8482010 2020 8482129990 848213920 848199220 84232082320990 842330010 84233090 842381110 84238190 8423 8210 8423 8290 8423 8910 8423 8990 8423 9010 8423 9090 8424 8920 8424 9030 845 610 10 845 610 90 8466 9320 8466 9330 8475 9010 8475 9090 8476 9020 8479 8961 8479 8969 8479 8991 8479 8999及84 79 9030號等37項之稅號豁民及稅率 第85章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 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 電視影像 聲音紀錄機及重放機 以及上述各類資零件及附件 修正第8501 6410 8502 3910 8504 4091 8504 4092 8504 4093 8504 4094 8504 4099 8504 4090 85090 8504 9090 8504 90000 8504 1010 8518 1090 8518 2100 8518 2200 8518 2929 8518 2939 8518 2990 8518 3010 8518 3020 8518 3032 8518 3039 8518 4090 8518 5010 8518 5090 приш奇勒 8519 8100 8519 8900 8521 1012 8521 1019 8521 1022 8521 1029 8521 9020 8521 9090 8522 9010 8522 9029 8522 9030 8522 8010 8525 8029 8526 9290 8527 1200 8527 1300 8527 1900 8527 2900 8527 9100 8527 9900 8528 4910 8528 4920 8528 7191 8528 7199 8529 9011 8529 9030 8529 9050 8531 8093 8536 300 8536 5011 8536 5019 8536 5020 8536 5040 8536 5090 8536 9090 8538 100 8543 2000 8543 9090 等67項之第一欄稅率 刪除第8515 851900 8519 900 8527 2100 8539 3920 8543 7051 及8543 7052 等6號之稅號 豁明局稅率 徵定 徵定第8515 徵定第8515 1910 8515 1990 8515 1990 8527 2110 8527 2190 8536 9040 8539 3921 8539 3929 8543 3020 8543 7053 8543 7059 8543 7093 8543 7094 8543 7094 8543 7095 8545 9090 8535 90 8530 80 90 8545 8545 8595 8560 85それは 10900 unteruch 1909 1029 19029 90 monitoring 229 30 39 190 29 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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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3 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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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2-1000,9012-900,9013-2000,9013-9090,9014-8020,9015-1000,9015-2000,9015-400,9015-8090,9015-9090,9025-1910,9028-3000等30項之低燃稅率 删除第9010-9010-9010及9010-9020等第二項之稅號豁免及稅率 增定第9010-9030-9013-1030-9013-9020及9030-3350等四項之稅號豁免及稅率 第98章關稅配額之貨品修正增注文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對於部分稅責修正草案有無意義 如果沒有意義我們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針對討論事項做如下決議 審查行政院含請審議 海關進口稅責 部分稅責修正草案案 願意審查完俊 凝據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討論 院會討論本案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本案時有本席補充說明 報告各位委員 今天我們討論的海關進口稅責部分條文的修正案 那其實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剛才陳如張部長所說的 海關是我們國家的重要的大門 那海關的進口稅責修正呢 也關係到台灣所有經濟、進出口、貿易、甚至跟其他國家的一些往來 以及農委會等等各方面非常重要的事項 關係到台灣的經濟 那我們特別謝謝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今年累月辛苦的經濟部、國貿、外貿的人員 也謝謝農委會的同仁 謝謝外交部的同仁 謝謝財政部的同仁 他們默默耕耘在各個角落為台灣的經濟 為台灣的外貿、為台灣的海關進口稅責再努力跟打拼 我們大家給他們一個熱烈掌聲好不好 雖然他們做的事情是 不是非常出風頭的事情 可是是對國家非常重要的 那主席為什麼講這個話呢 因為今天排這個議程呢 在立法院各個委員會來講算是冷門的議程 你看記者捧場也不多 關心的委員也不多 那我們開會的時間很短 那所以人家說排這種議程又冷門 那開會時間又短 可是我們要特別強調 因為外界都在觀察我們國會 其實這個議程非常的重要 那第二個我們也特別強調 特別強調 就是不是開會時間長 開一整天 委員輪流輪番上陣 然後這個巡打火花四起 就是對國家有貢獻 相對的 我們今年累月 我們很多的行政人員 在世界各國為台灣的經濟在打拼 那所匯集的 那我們來進行海關這個稅子的修正 那會議雖然短 但是它是累積我們所有行政部門 在世界各國在各個角落為國家 為人民打拼的一個成果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些草案的修正 那特別向外界做個說明 因為我是資深的委員 國會的形象的提升 整體委員的努力要被看見 還有所有行政官員的打拼 也要被肯定 那外界常常會以開會時間的長短 以及這個巡打有沒有火花四起 那這個排的議程跟時事有沒有高度關聯 來觀察國會是否用功 那我想我們 因為我是資深的委員 我特別把我們今天排的這個議程 我不希望被冷落 我不希望被冷落 你看到現在為止 電視媒體沒有一個在 因為大家都覺得這種議程不重要 其實這種議程對國家對人民最重要了 我特別做說明 所以今天謝謝大家 我們的會議進行得很順利 我們也謝謝在場所有的委員的詢答 那我們也謝謝所有今天練習官員的配合 謝謝 今天會議議程都已進行完畢 散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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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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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